大家好,我是文联,欢迎收看文联频道 本名提姆·德里克原本是一名普通学生 同时也是一名体操运动员为了得到蝙蝠侠的关注 他将企鹅人账户里的资金转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不料被企鹅人发现并派出杀手袭击提姆一家人 就在此时,蝙蝠侠救了他们 他是个运动天才,他正在练习奥运的比赛 他也会拼命把东西做得最棒 他有两位爱他的家人在支持他 不过像他这个天才没有被蝙蝠侠打动 提姆把大多数时间用在揭晓蝙蝠侠的身份 他比任何人都要接近真相 蝙蝠侠告诉管家,他姐不会选择提姆成为新的罗宾 蝙蝠侠不想再失去另一个解身 不想扮演某天早上给他们带去上纸之痛的解释 提姆想知道真相更多 他知道还要做的事情给比奥运更加好的事情 他一有时间就研究蝙蝠侠 他希望可以查出蝙蝠侠是谁 提姆有声聚来的侦探才能 他从新闻和黑路警觉发现一点线索 他查到蝙蝠侠会出现的地方 不过这一切都是蝙蝠侠的圈套来的 好让蝙蝠侠可以和他谈话 蝙蝠侠问提姆,你到底要什么 提姆想要应征工作 想撑了蝙蝠侠住手 他愿意签下任何免责的协议 不过蝙蝠侠还是对杰森死亡事件感到压力 他便对提姆说 这不是游戏,这事关生死 回家吧,好好享受你的少年时光 蝙蝠侠说面试结束了 便突然消失离开 那之后过了一段日子 提姆减指创造自己的名言 蝙蝠侠不接受他 他用自己协会的技巧 重启而帮偷了钱捐给慈善机构 这个事件严重性让蝙蝠侠注意了 夜晚提姆回到家里 提姆帮的成员已经在外面买布等待提姆回家 他们开始涉及整个建筑物 提姆惊讶蝙蝠侠突然出现 蝙蝠侠对提姆说 你别假装你没期待我的到来 提姆问蝙蝠侠有什么计划 蝙蝠侠回答 没有什么计划 爬到你父母的房间去 确定他们的安全 蝙蝠侠解决了提姆帮的人 提姆一家人平安如事 蝙蝠侠向他提供了一个 一道合作的机会 护士助手 是他当 提姆的父母加入了正人保护计划 远离起而防再次的来袭 他的父母知道提姆会有不一样的命运 他的父母将会在保护之下 平安如事地度过 蝙蝠侠把他带回蝙蝠洞 提姆四次参观 便问到罗宾的制服收藏在哪里 最后一次是有杰森佩戴 不过他尊重杰森 他会穿着他的制服 他自己设计新的制服 蝙蝠侠回应他 欢迎入伙罗宾 提姆回答 是红罗宾 他是红罗宾 他将会打造自己的传奇 不过他在蝙蝠侠身边不长久 他要往新的挑战出发 他加入了少年泰胆 作为首领 领导新成年走在追求理想与正义的道路上 以上是红罗宾情业的故事 如果喜欢请按赞分享出去 然后订阅我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